譬如刚刚讲的药厂上面有些新药 其实是否真的叫利好 某程度上对于整个疫情带来的危机上 是的 有利好的多个药店都是比没有 但是对于股市来说 我不觉得是特别利好的 因为你其实看到那些疫苗 或者上个相关炒了一年多的相关概念的股份 是跌得很厉害的 只是说上个星期五有些跌一成 但是最低位计算 盘中跌了两成多左右 而这一轮跌浪上面由全疫苗创出疫苗开始 你不幸好 那位是不知道这些新闻 你输了三四成 所以问题就是如果你在药上面 我觉得药就集中看回疫苗的相关股份 现在疫苗的市场上面 或者现在这些COVID药的市场在炒什么 第一方面就是欧美市场 已经看到接种率上开始在接近饱和状况 意味着什么 就是不肯接种的人都仍然不肯接种 而他们的抗疫态度已经有一个改变 就是在说阀系的 其实向来都是阀系的 现在更加明显 接种率去到再提升到我们都会解封 由得它 现在的确准数字是很厉害的 但问题就是重症病患 会随着疫苗的数字少 所以你说为何资金愿意去炒一些药物上面 就是预料未来来说 药物的整体使用量 可能比疫苗更加之高 所以那些资金就是调回去炒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美股 你说你留意是资金去哪些板块上 在指数上面 这个pattern和港股的状况有点相似 指数未必能够充分反映实际状况 所以那方面主要集中在疫苗的相关股份上面 这个我不是cover开 我也不讲太多 但是你说短线来说 如果你炒疫苗的相关股份 留意市场是有改变的 这些资金是喜欢去炒一些抗粉药物 多过去炒一些抗粉疫苗上面 这个是整个2021年的下半年 已经开始的趋势在这里 只不过是近期来说 再进一步明显而已 刚刚就是说我们说疫苗股发生什么事 现在就是说 最新跌1成5了 开始不炒疫苗 疫苗的复生的确没错 内地来的未来 可能有机会分销等等 但是问题就是说 MRN这个技术 现在都不是说 只是BioNTech可以组到 内地也有不少的药創开始去组 那个故事已经不在了 所以现在说特别做抗粉药 做抗粉疫苗上面 短线面临着风险很大 面对着很多不同的药厂上面 你要明白药物治疗 和疫苗的状况不同 之前疫苗的故事是说 每年都要打 譬如我自己又打两针 现在本身的故事就是告诉你 未来一年2022 2023我每年都要打到一针 但是未来的故事 现在有机会改变 就是随着药物出来之后 可能我根本就继续有抗体在说 没有的话 你中了一招 吃药就可以了 类似的病征 好像感冒一样去面对 所以这些股份的估值沽压是很厉害的 穿40元应该要理性止舍的了 46元持有现在的话 当然你很伤 但是代价就是告诉你 当你不理解市场发生了什么 你无视股价在十天线不断向下沉底的时候 那你就有机会面对着这些风险了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说 这些股份很尴尬的 穿40元 一枝大阴烛地摘下来 还要说上星期五 美股一堆高分药都跌下来的时候 你今早AO也不止舍了 那没办法了 这些位置就是说什么呢 用今天的低位 33.3 或者33元做止舍位 穿完就走了 我想这些位置无论都是以减刺为主 如果你很少住的话 你可以自己的股份定得远 但这些位置最尴尬的就是 可能有机会打止舍然后上去 但是没办法的 这些位置只能够局守 你可能以今天收市看看 看看今天收什么位 我觉得应该不会单一对三成的 所以这些位置只能够守 但是如果真的说穿33元这些位置 其实我也觉得要开始去监持 整体而言听你说 疫苗相关概念的股份 你都是觉得这两天都应该去监持 其实你看我整个下半年都没有推 我自己有炒过疫苗的股份 但是你不会去到下半年 突然间就是炒疫苗的股份 你觉得过了 因为整件事你自从由一日 港股都有的 开拓药业烤起那段时间 9939那段时间烤起 那个故事已经告诉你 或者说不是这只 还有2137 就是腾胜薄药炒起那段时间 就是告诉你一些资金转马 炒疫苗的股份药 但问题是这两只都散水的时候 就是因为外围那些也做得很厉害 那个散水味道 那个散水信号一早出来了 你只不过现在只见到股价跌两成的时候 你才去面对 是 鸵鸟政策就是因为现在的火烧到你的屁股上 是 你没得看不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 我只能告诉你 就是说那些警号出了力 所以你说策略上面我都建议先炸一走 是 因为说问题的火已经烧到你了 起码你有些东西炸了 先炸多一点点现金 这些板块暂时都要避一避